大家好 各位点师 各位讲师 各位谈主 各位办事人员 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幸运 能够幸逢师尊师母领天命 普渡三朝 我们能够得到 是非常不简单 我们敬爱的韩道长 白水圣地 当初奉师母的命来到台湾 本来不敢来 但是师母有命 将来到应运在台湾 所以我们老前人就奉命来到台湾 还带各位前人辈来到台湾 民国三十八年 大陆轮陷 在民国三十八年 新和台湾 还带三万个派 一切的经济来源 生活困苦 老前人又得了热门眼 然后三下 老前人 陈生姜 扣求老蒙慈礙 覆央補老蒙慈礙 陈生姜 我们老千人没天多点 几十年都没有间断 我们老千人病就好了 所以老千人说 我们一定要效法观圣地金 那一种忠义精神 我们的观圣地金也是预防的 也叫虎摩大地 他人家非常灵感 所以我们有幸在发医嘱和道长百水圣地 带领各位千人被 真经菩萨开放大道场 我们重逢天恩施德的嘉批 老千人在天之灵护佑 各位千人被 殊胜的因缘 还有无比坚强的毅力 尤其我们办到是天人合一 生人共办 结果现在狗内狗外都是非常红展 我们的观圣地 我们的观圣地 有各个单位 我们的观圣地 有观圣地 有花一重得 花一凌云 花一天恩 花一天圆 花一光耀 花一奉天 花一德化 花一同意 花一同意 花一词迹 花一词迹 花一词音 花一词华 所以各单位都有传统道长的优良道风 更有新时代道场的运作机制 使道场都有人才 培育人才 而且人才能够适才适用 我们花一道场 道物蓬勃发展 我们老前人在世的时候 时常鼓励一句话 天命可畏 没有天命 我们就不能办道了 所以今天有天命 才能够在道物 道才能够传承下去 每一个人都肩负起大责任 一段一段的红展 并且要把它传承起后 既往开来的神圣使命 阿尚王拉班查 勒斯托拜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典论师 讲师 讲师 谈主 护谈主 或谈主 办事人员 我们都有使命的 我们都是这一帮人 我们是传承的人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走够从前 每一个千人被都走够从前 我们一定好好地修好好的办 将来绝对有成果 将来绝对有成果 最重要我们要勤测勤力 要分工合作 老师讲的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你看我们在道场里面 道务足 伴务足 渡人的渡人 讲课的讲课 还有服务人员 还有服务人员 这一代人员 还有催事人员 每一族都是非常进心 尤其我们有一中意志班 中之班代表我们点红师 关心道亲 意志班代表我们的坛主 主观心承前道亲 意志班代表我们的坛主 看来 要替萨摩自家路来 要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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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教育 非常地完全 你可感觉到我 风扇去你 看不尊重 我们采用集体领导 整体带动 来来感觉到 我们老萨摩 才会在甘南帕奔 这样的能力 对方便 大家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 大公无私地来照顾道亲 以忠义精神为修办的内涵 对方便宁义精神为修办的内涵 所以组织教育中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我们不忠义精神为修办的内涵 好 我们修办的内涵 是非常棒 非常强而有力 他永远不变的 所以你的忠义精神 要有忠诚不恶的使命 如三国时代的孔明 急功进瘁 时而后已 我们在道场里面 身为典传师 讲师 凡是有天职的人 一定要修到 将来有一天 急功进瘁 时而后已 绝对不能半途而会 也不能为难退治 更要有义勇的精神 学习观圣地今 经中日夜 意气 意气贯藏红 所以观圣地今 也是我们的欲望大帝 那一种精中的精神 我们必须要有幻灵的观圣地 可以说更古意的人 非常不简单 三国时代 他热烂的时候 在三国时代 他专与差达干 曹操 曹操非常 励众他 在万时尚 看着桑 三坎 从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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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金 下马银 送最好的衣服给他穿 他都不会高兴 有一天曹操送他一只马 这一只马叫刺痛马 他说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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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众帝禁很高兴 他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 他说有只一只马 可以回去找我哥哥 就是刘备 所以他那种中心 值得我们这些后人来效仿 今天我们是一个修道人 也要中心梗梗 所以我们如孔子老少同归 给我们认为 当上身可不认为 有所谓公 老乌子 他的大写中央论倫义 孟子 我们要好好地读 人人有道 将来达到世界大统 所以每一个人都领了 神圣尊贵的天使 我们到场的摆养修饰 是应食应运 每一个人都是累事修来 所以今天才能够传道 能够道传万国九州 我们修道人 要秉持忠义精神 最重要要忠心耿耿 最重要我们人心中秉除自己的私心 每个人心中有三毒贪嗔痴 在人间喜怒哀乐 这些习气都要去除 这些习气都要去除 我们在办事情当中要求自己的心 最重要要自成无息 始终如一 修道不要半途而会 你就不能成就 所以我们的忠义精神要好好做出来 要行出老祖师师尊师母的行仪 我们老祖师师尊师母就是为了三朝普度 将我们这些严胎佛子要救回天堂 但是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众生 尤其世界各国 很多同胞没有得救 我们一定要花慈悲心 去救度他们 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我们要做个老前人的好后斜 也是我们各位前人辈的好后劲 让我们所有修道人 能够真正身体体行 好好修 好好办 各尽自己一份心 所以我们上天三千六百圣四万八千贤 将来荣华大会 每一个人都有一份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救度众生 看众生存在苦海 我们不去救他 只能安心 尤其内一个人关系到九贤七祖 我们没有好好地去救他 我们良心不安 要看到同修困在这个人间 对这个真理不明理 我们不去开导他 不去帮助他 我们如何安心 看到世界上的四四灰灰灰 所以我们有一颗天心去包容 才能够圆满生命 圆满道场 所以我们修办的人 不求何物 在人间我们看破放下自在 我们都无所求 都要求只求天下众生平安 我们是祈求上天 天下众生平安 现在的灾难这么多 尤其疫情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生为道亲 好好祈福 好好诵经 让这些业力远离 我们的众生才能够平安 最重要 我们求自己提升心静 能够委屈自己圆满别人 我们白水圣地时常讲 吃亏才是占便宜 吃亏才是占便宜 你吃亏上天会弥补你 所以能够圆满别人 让我们到场更平安 让我们每个人都平安 让每个人都平安 在每个人都宏 在每个人都大中大义 我们得天独佛 我们更应感谢天恩施德 能够天恩施德普照之下 我们摆水圣地修办精神 永远追随法医主本道场领导前人 无限慈悲大爱的领导 我们大家团结合作 而且要尽忠尽力 将来每个人都能够成圣成贤 我们摆水圣地领导之下 各位前人辈都是忠孝两前 现在后学简单来介绍几位 我们清贤先长 就是留钱人 他是第一批带各位前人来到台湾的 他本身去日本做生意过 会讲日文 所以第一批要派来台湾 因为台湾以前是日本管的 出生意过来台湾 所以老人辈 一些老人辈都会讲日文 他就要来台湾开荒 老前人就派他来台湾开荒 所以来到台湾也是受尽苦难 也是语言不通 我们台湾当初也歧视外省人 所以要开道也是非常困难 但是他永不放弃 还是继续办到 所以我们陆续一两次 两三次到台湾 要回去一次再来 但是也是带动我们台湾开始 这个开道的开始 这个开道的开始 基础 开道的基础 所以他老母讨他为清贤仙掌 所以他老母讨他为清贤仙掌 在我们大德真君 他的人家姓刘啦 刘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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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他是一个修得非常好 非常谦卑的钱人 他当初啊受考 被警察抓去关 警察一定要叫他们要讲三宝 泄露三宝 但是绝对不泄露的 但是都被警察打到吐血 我们的自得大地齐全人 看到这个会要人命 会死掉 他就想一个办法 第一宝是泥完工 就是这里 第二宝 第三宝 合同 就是这样 不是合同 合掌 他就向门的刘千仁讲 三宝讲出来了 他就从建立过去就比给他们看 我们的刘千仁刚开始以为泄露三宝 很生气 你泄露天机 不可 然后在尽力尖 在连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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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他就跟他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人 没有人在这里 他没有在这里 结果我们祺老说 这里第一宝 祺老前年跟我说 你怎么办 你完工有问题 第二宝 第三宝讲完了 台湾七爽 无奈和弥媚 三是 的斩柄 就是送食 跟阿ท linked著 对 被关的人也都放出来 三宝都被讲出来 彩虎甚麗 partly在佛筶下 三个家伙的 人家非常尊师重道 有一天老前人说 我下个月要去台南 我们留前人天天到火车站去等 等个半个月老前人才去 老前人知道他天天去等 老前人说 我只有说下个月要去台南 没有谁来一天 但是他人家天天去等 所以他人家非常尊师重道 让我们后学很感动 他是修得最好 品性最好 德性最好 我们有一次去台南 去住一个月 他人家亲身都切水果 从房间切一切 端出来给大家吃 他人家是在乘房间 他亲身到家议自己 然后要给家父母 给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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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们那边的顶团师讲 可以得到家父母 在乘房间 我们留前人 当初大路人县的时候 留前人 晚上都听到他的哭声 自己想家 想父母 想讹你 大陆人县以后不能回家 他离乡家的时候 孩子还很小 所以道清多被我们前人感动 开放我们台南一大片的道物 现在国内国外都有了 所以老母他归空以后 老母封为大德真君 在我们的尽德大地 也是第一批来的 追随我们经贤仙长 也是懂得日文 他以前本身也是做生意的 所以到台湾以后 都去云林县各乡下 他每天都骑着脚踏车去渡人 一辆破脚踏车 左片各乡下 他真的诚心感动上天 将云林县乡下 把道也拌开了 非常不简单 在我们的自得大地 33岁求道 求道以后就发心办道 听师母讲 有人才要去开放 他马上就报名 那时候那个小女儿才三岁 我们起老也正年轻了 33岁 就毅然贼然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经度很多的考验 关考 经济考 病考 他有一次去台大手术 肠胃 打开一看是癌症 医生不敢手术 就把他重新把它缝好了 就缝好了 不敢手术 那医学不发达 医学不发达 他就自己求上天慈悲 老天假如要留我在人间 就让我病好起来 能够好好的替上天办到 假如我做命到了 要掉回来干燃啊 但我的院未了 求上天慈悲以后 病就好了 有一天三天主考院长介绍 就像我们起老讲 你的病会好是什么原因 老母看你成心啊 给你加速两季 两季24年 真的老天慈悲啊 两季 两季就是24年 24年 一季12年 24年 一季12年 两季24年 一季变十三年 两季变十四年 病好了 他人家更加努力啊 老母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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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大家生活来源 他开了一个招呼店 老母看你 就是同德商行 后来改为义婚行 非常不简单 老千人 帮助老千人生活 一生修得非常好 尤其那个字写得好漂亮 墨宝 那个对联啊 色侯堂的对联 都是他写的 墨宝 他人家修得非常地心下去 对人和蔼可亲 他当初不喜欢盖庙 盖庙要有三个条件 一要有地理 不要开路 不必开路 交通方便 他说不能浪费众生的钱 因为他在设计划 我们会有钱 在设计划 在设计划 他在设计划 他在设计划 在设计划 上天子碑 是一个天恩公 天恩公 老母看你 老母看你 给他帮助 给他帮助 帮助 达到我们 祈祷的愿望 所以有一天啊 机票都买好了 民国77年 3月5日 本来隔天要去美国 那天晚上就回去了 刚好两季 时间到了 两季 老天就叫他回去了 无病而归 没有生病就回去了 印证道德宝贵 非常不简单 在我们的会员大帅 他是一个金人啊 当兵的金官 得到以后非常诚心啊 家里的社佛堂 很多道亲戚求道 但是不久就被人家起地啦 被警察起地 结果他的官职就没有了 回到家乡啦 不晓得用什么来生活啦 他就做那个豆瓣酱 学习做豆瓣酱 刚开始是用那个便单来挑啊 挑啊 挑去卖 越做越出名啦 结果就开一个工厂 他所赚的钱 帮助盖庙 帮助老钱人开放 帮助老钱人生活 非常不简单 所以我们到最后 他也盖一间庙 成到以后 老母封为肺炎大帅 在我们的文石大帅 第六位文石大帅 他也是追随我们老钱人来台湾开荒 他学问很好 非常好 当初大陆人献以后 他教学教我们的道亲 叫广洁善言的 尤其生活困苦啊 都去捡菜参业 菜市场的菜参业 来煮给这些学生吃啊 他说 他人家非常解简 所以我们是非常不简单 所以我们这一位真修真金 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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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求道以后 一直跟随我们老千人 跟到最后吃素了 后来还当典传师 像我们彰化道场的乙化尊心 你也是由他们那边出来的 来开放彰化 所以他人家真修真练 老母封为真修真经 还有几位困到的前人辈 第一我们不休息菩萨 也是我们敬爱的大姑 这几位前人辈他是最年轻的 所以他人家以前是三才 跟随我们老前人南北打帮助道 像我们后学跟红姑当三才的时候 我们老前人就带我们的前人还有三才到南北部去帮忙 前人大公无私的照顾大家 所以大陆人献以后 他每一天都想家 他每一天都想家 晚上都哭 哭到枕头变成红色的 有家归不得 有父母不能团圆 有家归不得 有父母不能团圆 所以我们前人第一次不能回家 就好好地修道办道 去开荒 去开荒抖六 感动我们的观音菩萨 托梦给菜姑 开荒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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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乡都走遍 开荒抖六 这有抖六开荒抖六 都是走那个田耿路 石头路 都坐牛车 这个左片各乡下 所以60年后 我们前人就想到说 哎呀 只有走向下不可以 要开放我们都市了 走向都市 就开始开放台北 台北 台中 云林 彰化 云林第一道场 彰化 台北 台中 苗栗 台南 高雄 台湾就有七大道场 国外也是一样有大道场 现在崇德四十多个国家 都有崇德人 所以他一辈子非常的尊师重道 出必告还必命 去到国外或者国内所办的事情 都会禀告我们老前人 大小事情都会请示我们老前人 所以我们老前人他人家走了以后 我们大姑啊 哭了啦 我没有靠山了 我没有靠山了 我没有长辈了 我们没有人可以提醒我们了 他人家非常难过 所以他为了报恩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更努力 他说 鼓励我们这一些后学 每年要创三都四好 每一年每一年都要增加 才能够报答老前人治安 所以他人家也成道十三年了 但是法医从德国内国外 都是蓬勃发展 他人家在天永远领导我们 精神永远在 再来我们的文慈菩萨 他年轻的时候 结婚后两个孩子都死掉了 两个儿女死掉 后来先生也死掉 婆婆看不起他 非常可怜 因保师度他求道以后 他说我一定要舍身半道 来改变人生 所以他也参加开放行列 也来到台湾开放 审师减用非常节俭 对佛学非常的慈悲 佛学好几次看到我们的文慈菩萨 他所剩下来的菜都自己吃 给客人都吃心的 佛学看得非常感动 一个老人家这么慈悲 爱护后学 他也开放凌云寺 典传师 讲师 谈主 都修得非常有礼貌 活归礼节做得非常标准 都是非常不简单的 在我们的德慧菩萨 一个和蔼可亲的前人 当初他先生得到以后 就说我们的韩老前人 要来台湾开放 因为他先生不能来 就派我们的德慧菩萨过来 张前人 他不认识智 还绑脚 脚小小的 然后一生堂 他就扫了 本来是来帮助吴伟师 就是帮助我们老前人洗衣服煮饭 对于他也有来帮助老前人洗衣服煮饭 本来是来帮助老前人洗衣服煮饭 有一天就请示老前人 或许要去开荒 老前人非常高兴 就说祝你成功 他人家开始去度化众生 有清水 新竹 台北 台湿跑 南北奔跑 老前人有什么困难 大姑有什么困难 都是他在帮忙的 他归空 归空的那一天 他乘到的那一天 老前人亲身烧香磕头 他老前人会去度化众生 他会去度化众生 然后帮父母去度化众生 他送 谢谢你 替我洗衣煮饭 我跟父母说 谢谢你 让我洗衣煮饭 非常感谢你 让后学们看得非常感动 在我们 慈正元经 灵化菩萨 慈灵菩萨 这个都是非常不简单 老前人来台湾以后 都是第一批求到的 得到以后 无论受什么考验 他都能够始终如意 而且将道能够把它拌开 所以以上几位都供奉在 天眼佛愿的主诗词 能够配奉老祖师 师尊师母圣庙 能够万苦流芳 所以我们各位全人辈 都是红氏大院 来普度众生 而且都是尊师重道 谨守合规 能够牺牲奉献 任劳任怨 而且慈悲喜舍 自成不喜 经过千谋万口 突破种种难关 突破种种难关 而且死中如意 味道急功尽瘦 能够感动天人 每位尘道的全人 都能够配享圣庙 能够万苦流芳 所以我们要好好效法 全人辈的这个风范 也是门后学的好榜样 大家好好的学习 我们发育老全人领导之下 各位成道全人的共同得患 12个单位 各位成道全人都是 果位高超 当先长 先君 先母 真君 大帅 大帅 大帝 大帝 菩萨 甚至于摩尔萨 先君 先母 真君 大帅 大帝 菩萨 摩尔萨 大菩萨 这是都非常不简单的 这是我们道的见证 所以各位成人被牺牲奉献 从无到有 我们白水圣地老全人 民国三十七年 奉师母命来到台湾 两岸断节 两岸断节 经济考 官考 病考 人事考 千摩万考 永不退市 这就是一个宗制 宗以上天 宗以老祖师 宗以师真师母 宗以道场 宗以众生 最重要 宗以自己的大愿力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大道场 我们一定要饮水施言 孟以宗以许呀 宗以太阳谕 宗以万不退市 校传教 各位钱人被的精神 宗以昨天 彌制 好为心 都得死 依族 大家好好修 好好办 我们大姑 我们的不休息菩萨在世的时候 他人家带后学们去各位前人辈 那边参观慈悲 那时候各位前人辈都归空了 只剩我们大姑 我们前人就向各位道经讲 今天你的前人成道了 都成为大地菩萨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好好的办 让我们的大地菩萨能够沾光 在离天能够安心 好好修好好办 大地菩萨都会升等 所以我们各位领导 各位典人师 各位讲师 各位坛主 我们各位办事人员 好好的珍惜 我们能够在我们韩老前人 韩道长领导之下 各位前人辈的开道精神 好好好修好好办 好好将忠义精神拿出来 始终如意 永不变书中 将来龙华大会 每一个人呈圣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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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会顾忠天恩施得 我们今生今世才不会白修 好学 好学就讲到这里 祝福我们国内国外的道亲 大家身体健康 不惠双修 道物红展 人才积极 好祝福大家